在新一期的爸爸去哪儿又迎来了宝贝开心的旅程 大早上的Nine和小山竹过来找Jasper 玩了一会他们决定去找恩亨了 Jasper顿时也想去 但是还是怯生生地问 要先问爸爸 而且表现出一副很乖巧的模样 陈小春看到儿子这样 问 想去玩吗 去玩吧 Jasper立马开心地走了 跟刚才乖巧的模样压根两个人啊哈哈 陈小春也很开心Jasper的改变 因为之前Jasper很内向 基本上不愿意离开陈小春单独跟小朋友一起玩 Jasper也很有绅士风度 主动要帮助小山竹过来 不过Nine主动过去了 因为Nine比较大 Nine真的是有姐姐的样子了 弟弟也不娇气 照顾弟弟妹妹特别细心 Jasper就说那我先去找恩亨了 恩亨马上出来迎接 这里还出现了个笑话 恩亨错把小山竹当作小套符 全程喊小套符 场外导演提醒还是坚持认为是小套符 外部的杜江说儿子是有人脸识别综合征 不光认错爸爸 连小伙伴也认错了 然后大家一起坐在桌子上吃饭 一起哼唱爸爸去哪儿的主题曲 陆江要求再来一次 Jasper就如同泼江的野马拉不住了 大喊大叫一副摇滚歌手的小模样 网友直呼着还是在爸爸面前乖巧懂事的Jasper吗 分明就是调皮大王 不过几分钟后Nine好心提醒你爸爸来了 Jasper马上一副两手捶下来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陈小春上来就劈腿盖脸的问 你很吵啊 幸亏杜江及时帮忙一点也没有 陈小春这才笑了 Jasper马上松了一口气 悄悄的到杜江面前抱拳感谢下 哈哈Jasper原来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面 离开陈小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Jasper 估计是陈小春太严厉了 Jasper在陈小春面前总是一副很乖的样子 不过看了这个镜头 网友直呼陈小春是管不了儿子的 因为Jasper知道怎么对付陈小春 知道老爸吃软不吃硬 只要离开陈小春 Jasper还可以恢复调皮的本色 类ента 谁acle械 什么事